美国联邦参议员杨恩率团访问台湾 那么这也是新一届国会开议之后 第一位来访的国会议员 总统蔡英文今天早上亲自接见 双方聚焦在台美经贸关系 印太区域安全还有全球供应链 总统说面对威权主义扩张 台湾希望跟理念相见的国家 共同建立民主晶片的永续产业链 杨恩则说这是他首度造访台湾 也重申美国国会两党都有共识 要继续支持并且强化台美关系 又有美国防兵抵达台湾 这次是联邦参议员杨恩率访问团来台 总统蔡英文亲自接见 双方针对区域安全贸易投资 全球供应链等议题进行讨论 期待提升台美交流 面对威权主义扩张 以及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挑战 我们希望台湾持续发挥半导体产业的能量 跟理念相信的伙伴一起建构民主 晶片的永续产业链 这也有助于台美以及全球经济持续繁荣发展 杨恩是美国新一届国会开议之后 首位访台的国会议员 此行是印太地区的第一站 也凸显对台湾的重视 也期待在杨恩参议员的支持下 台湾跟美国可以尽速签署 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为双方的产业和人才交流 创造更多的利益 杨恩是外委会 近东南亚中亚既反恐小组 共和党首席议员 不仅多次在国际场合为台湾发声 去年也在参议院连速支持台湾 参与印太经济架构联名函 是美国国会重要挺台力量 国会外交向来是台湾对美关系 重要的一环方团 一个接着一个 让各领域合作更为坚实 台美关系持续升温 记者 夏美丹新与台北报道 大家赶着采买年货 但是有民众就抱怨了 到台北市迪化街 买秤重计价的果干 当下备收150元 但是回到家里头 实际用电子棒秤来秤 发现换算下来 自己的东西明明只要116元 但却被多收起了 感觉起来当了冤大头 而不过实际走一遭 大部分的店家都说 平常是会让民众 清楚看到秤重的价格的 就是为了要避免消费纠纷 年货大街开跑 现场人潮满满满 试吃强买热闹滚滚 不过却传出 有少数店家混水摸鱼 民众PO文抱怨 在迪化街买了100公克 85元的果干 当下店家还问要不要凑200块 民众说不用 后来被收了150元 结果他回家实际一秤 发现只买了137公克 算下来相当于被多收34块 让他好无奈 只能怪自己没有当场发现 而且现场看不到秤重的客数 是不是很多冤大头 都被这样呼隆了 实际到迪化街看看 很多店家就怕发生类似争议 秤重收费特别小心 我们两边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重要 客人问我们的话 我们就会直接跟他讲说 100公克75元 因为有的客人会问说 要买多少的金素 那我们都会直接秤给他们看 宁愿就是多给客人 然后也不要多收那个钱 也许是工作人员忙中出错 但PO文一出引发讨论 网友分享经验谈 甚至说逛年货大街都自己带秤 要盯着秤好财富钱 还有人说自己之前在这边打工 的确都会把秤放在客人 看得到的地方 当然会稍微注意一下 例如说他那个面板上面有一些数字 他当下就要问清楚 他跟你说不实在 那你还付钱给他 就是表示你自己同意了 除了在结账时要看清楚棒秤 自己到底买了多少 一开始也应该要和店家确认清楚收费标准 免得回家才发现被多收钱 坏了好性质 记者桃轩周伟杰配合过道 在美式连锁卖场买了生鲜水果 当时买了一袋柳橙回家 但是切开来一看真的好傻眼 来看看这个柳橙的皮 目测就有一公分左右 也让这位民众忍不住发问 这皮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市场的水果摊老板就说了 可能是新品种 但是又该如何挑果肉甜 皮又不得柳橙呢 老板也有几个小配搏要告诉大家 水果摊买柳橙 整篮自己挑自己选 但到美式卖场 为求方便整袋帮你包好 却没想到回家一切开 哇嘞没看错吧 这柳橙的皮有够厚 目测将近一公分 果肉瞬间变得超迷你 这皮是怎么回事啊 皮是比较厚一点 我买的话已经摆那种 那个比较薄一点 皮比较薄一点 那个汁会比较多 这个应该是跟那个柚子一起改良的 那本来改良皮就比较厚 好像新品种 皮厚要黑黑的 不少民众都怀疑可能是新品种 而水果摊老板也认为有可能 但第一眼看到确实都很傻眼 这是厚脸皮柳橙吗 皮厚的跟柚子一样 但该如何挑选甜度高 皮又薄的柳橙 老板教大家小配搏 拿起整颗转到底部 仔细看是不是有看到明显的透明圈圈 拿出另一颗比一比就完全没有 老板说挑这种有圈圈的吃起来甜 而小买皮薄一点的 其实动动手捏一捏就摸得出来 稍微捏一下就可以了 小心地捏 捏了下去就是皮薄 专业的挑柳橙小Pitball 让你在过年期间买水果 自己挑也不吃亏 这次宋商丽许松明 台北报道 大早熟清理废家具丢了200张床垫 彰化园林市公所配合春节垃圾清云计划 从10号到17号提供免费清云垃圾给大家 那么园林国宅的住户就把握时间了狂丢 不到一天的时间 国道旁的人行道就已经堆满将近25吨的大型废家具 其中光是床垫就丢了超过200张 这垃圾山绵延近百公尺 几乎把国宅都给团团围住了 清洁队总共派出了12车次才清云完毕 还有民众特地前来寻宝 清洁队的清云车伸出超大巨爪 像夹娃娃机一样抓起大把垃圾 这里可不是垃圾场 而是园林国宅外的侧门广场 这些全是民众年前大扫除丢出来的大型家具 废弃家具堆积如山 绵延将近百公尺 有沙发 衣柜 化妆柜 更有超过200张的床垫 多到把国宅包围起来场面壮观 而别人的垃圾诱人可是脏宝 我挖到这边回来 看起来很新的 看起来就挖到这边 挖枯这边拔出来 有的是都差不多7、8分 是再次回收利用的 彰化园林施工所配合国家清洁周 及春节垃圾清运计划 每年春节前都会提供免费清运废家具服务 光是一旁国宅就有大约700户垃圾狂丢 不到一天时间现场就已经满到马路上 今年一共丢出2450件将近25吨的废家具 几十吨的大型垃圾要清光可没这么简单 清洁队一共派出12车次才清运完毕 由于今年废弃床垫特别多 可能跟疫情后民众想换新床有关系 每年园林国宅必定出现的废弃家具山 也成了年节前的特殊景象 记得到我们的专话撞到